第16體 有一個質量21.6公克 邊長2公分的正立方體鋁塊 多將其對切成2半 則半個鋁塊的密度為多少 公克立方公分 每立方公分多少公克 那第一個觀念叫做 存物質的密度是它的特性 相同的存物質有相同的密度 不同的存物質有不同的密度 所以鋁塊切成一半之後 它的密度不會改變 所以半個鋁塊的密度 跟整個鋁塊的密度是一樣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做計算 我們曉得密度公式是 D等於V分之m 上面是質量是21.6克 下面是體積 邊長2公分 所以是2乘2乘2是2的三次方 就是立方體的體積公式 就是8分21.6 這樣算出來就是2.7 所以整個鋁塊的密度 是每立方公分2.7克 而同時也就是半個鋁塊的密度 也是一樣是每立方公分2.7克 所以第十六題問我們說 則半個鋁塊的密度為多少 我們答案呢 要選的是豬 每立方公分2.7克